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在查询 然后把这个范围 怎么样 额外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查询界面 也许把查询界面 跟那个资料分开来 我想这个是有其必要 一般的话 查询跟那个资料 会是分开来的 所以一般的话 会把什么查询 多一个查询界面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这个做出来之后 把它搬到前面 然后把这一个范围的资料 干脆剪下来 剪下来 剪下来 就是说 把它贴到那个B2储存格好了 也许再控一下 控一栏 控一列好了 那这样子 把它稍微调一下 然后 那自中好了 感觉自中会比较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 一个查询界面 当然如果你今天 输入001 它会不会变更资料呢 当然也会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去帮你把 Lookup里面的这个资料 自动帮你查出来 001 然后也带过来 不过你会发现 它这边 你贴过来的时候呢 它其实还蛮聪明的 在我记得2007以后的版本 只要你剪下贴上 本来你只是指向 这个A3到A10 那因为你把资料 从这个工作表 移到这个工作表 所以贴上它自动 会帮你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工作表名称 叫Lookup惊叹号 这个是它自己 会帮你加上去的 OK 所以呢 可以让你 就是说呢 如果搬移资料的话 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而改变 不过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像这个方式跟这个方式 我觉得还是没有用什么 用名称范围的 好像前面有教各位 就是用那个名称范围的方式 来表示 一个资料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地方 改成一个名称 那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如果用名称范围的话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把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编号 这个范围 那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在上方 你把它名称改成什么 这边这个范围选起来 在这个框框里面 输入编号Enter 以后这个范围呢 就叫编号 那这个范围一样选起来 在上面呢 输入姓名 这个范围就叫姓名 以此类推 那在这里面 总共有五个栏位 五栏对不对 那如果说五栏 你必须要做五次 用什么方式可以更快的 帮你一次完成这些动作 其实有 第一个请你把编号 A1一直选 A2一直选 选到E10 公式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打勾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也会发现 这个从选取范围建立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你要做刚刚那些事情 总共要五个动作才能完成 可是如果你用从选取范围建立的话 你只需要一个动作就完成了 它会自动帮你把什么 编号底下的名称对应 只要你选的范围 不过特别注意 选的时候 顶端列要打勾 为什么 因为表示你的名称 是在哪里呢 顶端列 OK 好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呢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会自动出现什么 比如编号 那你确认一下 是不是A3到A10 没错 A3到A10 姓名 是不是B3到B10 没错 而且会自动在这里面加上它的工作表名称 那以后如果我们今天要查询资料的话 像类似同样的状况 就不需要用那个什么 选取的 比如说像这个 你要必须把它切过来 再选编号 对不对 那实际上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F3 它会跳出来 这边直接选编号就可以了 用编号来代替什么 代替你的范围 那这个好处 就是说 你不需要切来切去 而且你也不需要说知道说 到底这个资料 是放在哪个工作表 反正呢 我只要知道它的名称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这边也是一样 你就把这一个 按F3 以后用什么 用那个姓名 来代替这个范围 按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结果其实也是会一样的 OK 那只是说呢 将来 在那个 我们的函数的这公式的可阅读性 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反正 你就知道原来我是从编号去查到它的姓名 OK 好 那其他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选取这个范围之后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OK 那如果你做错了 记得 没关系 你会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DELIGENT 或者上面一个删除 假如你要从键的话 一样嘛 选起来 从选取范围顶端列 打勾 确定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那以后的话 记得 如果你要取用名称的话 记得要配合什么 F3 所以这个按钮的话很重要 F3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完我们刚刚的第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的话 可能会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我以后每次啊 我都要输入00几 那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哦 最好是把它改成下拉清单 诶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啊 以后 你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以后啊 就变成一个下拉清单 当你下拉的时候呢 自动去编号里面 把所有的编号抓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显示在这边 那它更好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希望在这边做个下拉清单的话 我的策略是这样的 第一个 有不要放这边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资料验证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熟不熟了 因为这个东西 用到的几率蛮高的 反正只要 以后我要输入资料 我尽可能 如果它是可以 做下拉清单的 我就给它下拉清单 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用选的 至少不会错 不然的话 你自己打的时候 还会打错 那而且你还不知道说 这个到底 比如说 我们编号到几号 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做下拉清单的话 一拉下来 几号就是几号 OK 那这边的话呢 用资料验证 特别知道 游标先放这个储存格 资料资料验证 记住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本来是任意值 把任意值呢 改为清单 改为清单 OK 改为清单之后的话呢 来源他会问你嘛 当然来源 我们刚刚已经有建一个 编号的清单 编号的名称嘛 那来源我习惯 按F3 就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编号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把编号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OK按确定 再试一下按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资料 资料验证 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发现 做完毕之后呢 你的储存格 只要你游标放储存格上面 他就会出现下拉清单 这个时候你把它点一下 再去点什么 点其他 你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呢 清单就自动会出现 OK 那就完成下拉清单的动作 所以 这个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 请各位把那个名称先做出来 然后呢 把lookup的部分呢 把它改一下 再来的话呢 把这边呢 编号部分呢 做成下拉清单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就是本来那个lookup里面 左边是资料 右边是界面 那你就把界面搬加 搬到另外工作表 因为一般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通常会把资料跟那个查询的界面 是分开来两回事 那如果你将来希望 下拉清单就可以把资料调出来的话 记得就是两个策略 一个是先建一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利用那个资料验证的清单 就可以帮我把资料快速的带到那个某个出唇的里面 那这样还用选的就可以